這次選舉新竹市立委的選情 格外激烈 無論是藍營的鄭正茄 或是綠營的柯建民鄭正宗 都多次到地檢署案例控告 這次民進黨立委候選人柯建民 則是針對鄭正茄與蔡正元 在台北的記者會當中 直指柯建民是抹黑幫幫主 黑幫幫主等指控提出控告 本人在這裡今天決定提出 意圖使人不當選 以及加重誹謗 那我在這裡先請教 鄭正茄何抹黑你什麼 我現在要告訴鄭正茄 你現在所涉及這些行者 你自己去評估看看 到底加起來的行者多少年 多少年你要去做一個法律評估 鄭正茄競選總部由發言人回應 指稱這次的選戰 已經變成互相控告 希望大家回歸地方停止抹黑 更手拿攻擊鄭正茄的文宣 期望別再打負面選戰 柯總召鐵正如山 這不是抹黑是什麼 實際上柯總召在這段時間 他們除了抹黑跟聲告 還能夠拿出什麼樣的政見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回到 我們政見的辯論 而必要老是在用提告跟抹黑的方式 來抹黑 我們希望說你回歸到地方的政策的建設 漫長的選戰已經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在這倒數最後十多天 藍綠雙方打出火花 正式宣告這次的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 雖然藍綠立場不同 但相同的是雙方都期望 一起打一場正面的選戰 一起讓新竹變得更好 開國新竹 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 晚安 旺